主持人籤 我覺得創業是 一個一段充滿未知的挑戰 我覺得創業就是創造酒業 實現目象的力 chiar 一個激發個人潛力的活動 我們水腰要不規律 就是三個外星 有一個目標 然後讓我們操那個理想去賣進 是一個創新然後將夢想實現的一個機會 這隻死地而後生 快來走的然後就是永不放棄 再將將大陸放棄 中文字幕提供 其實我覺得非常感謝科技部提供這樣的機會跟釀營隊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的團隊 然後也可以見識到不同團隊他們運作的方式 最重要就是可以認識很多創業的精英們 以後可以才會跟換門的麥克風 未來的創業運作都記得一個其實 這個營隊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因為有蠻多夜市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覺得印象深刻應該就是跟夜市之間的互動 因為像我們都是一直在學界裡面就是當個學生 那其實我感覺出來學校的教育跟現實社會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他們的兩個是非常不同的 我覺得算是一個你步入社會前的一個 就是前面的一個前世教育 我覺得非常驚訝的是 就是大家都是競爭對手 可是我們卻建立起非常好的友誼關係 這是很令人覺得意外的事情 這次的對手 是非常無佳最重要的 這次的一項目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兩級的一項目 在兩級的地方 我們在一項目 在兩級的地方 在兩級的地方 整個用來的 就是兩級的地方 對手 有十足 把這一個有一個 就是一項目 可以讓你知道 它們的地方 在一項目 整個市場 恭喜各位團隊進入前十的決選 相信你們在這個過程中一定受到很多鼓勵 然後同時也被電得很慘 其實今天不管結果怎麼樣 其實你們已經證明你們非常厲害了 只要好好努力 接下來這未來一定是你們的 加油 要參加這個倡慶創業比賽 能夠在你人生的發展裡面 有一個很好的回憶 更重要的是奠奠一個未來很好的基礎 發言職業比賽